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三国演义》这本书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却说曹仁输了一阵 方姓李典致言 因父亲点上一言 刘备军中必有能者 无证尽为所迫 李典曰 吴虽在此 圣忧翻尘 曹仁曰 今晚去结寨 如得胜在座机 如不胜便退军回凡城 李典曰 不可 留备必有准备 仁曰 若如此多疑 何以用兵 虽不听李典致言 自引军为前队 使李典为后应 当夜二斤结债 却说 善福正宇 宣得在债中一事 呼信风骤起 福曰 今夜曹仁必来结债 宣得曰 何以敌之 福孝曰 无以预算定了 遂秘密分波 以弊 这二斤 曹仁兵将 敬债 兵将 兵将 敬债 只见债中 四围火起 烧着 债 炸 曹仁 曹仁 至有准备 即令退军 赵元 掩杀将来 掩杀将来 人不及收兵回寨 即往北河而走 将到河边 才遇寻传渡河 岸上一镖军杀盗 为首大将乃张飞也 曹仁死战 离点保护曹仁下船渡河 曹军大半淹死水中 曹仁渡过河面 上岸奔至凡尘 令人叫门 只见城上一声鼓响 一将引军而出 大鹤约 无疑取凡尘多时矣 众经 赤之 乃官云长也 人大惊 奉马便走 云长追杀过来 曹仁又折了好些军马 星夜投许昌 鱼路打听 方知有善服为军师 设谋定计 不说曹仁爱回许昌 且说玄德大获全胜 引军入凡尘 宪令刘毕出营 玄德安民已定 那刘毕乃长沙人 亦汉是宗亲 遂请玄德到家 设宴相待 只见一人视力与侧 玄德是其人弃与宣昂 应问必约 此何人必约 此无知 深寇封 本罗侯寇是知子也 因父母双亡 故一于此 玄德爱之 欲似为义子 刘毕欣然从之 遂使寇封 拜玄德为父 改名 刘丰 玄德带回 令拜云长 亦得为书 云长曰 兄长既有子 何必用明灵 何必用明灵 后必身乱 玄德曰 玄德曰 无代之如子 彼必是无如父 何乱之有 云长不悦 玄德与善福即矣 令赵云 引一千军手凡尘 玄德领众字回 星也 却说 曹人于礼典 回许都 见曹操 祭拜于地请罪 据言笋将折兵之事 曹月 善福乃 君家之成 但不知谁为 谁为刘备划策 曹人言是 善福之计 曹月 善福何人也 陈谕笑约 此非善福也 此人 又好学 基建 忠平 末年 常为人报仇杀人 破发 批发 图灭而走 违逆所获 问其姓名不答 逆乃 附于车上 击骨 行于事 令世人使之 虽有识者不敢言 而同伴 窃解 救之 乃根 姓名而逃 折捷向学 遍访 遍访名师 闯语 司马辉 谈论 此人乃 尹穿徐 遍 自原职 善福 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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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树 之财 彼君 何如 预 约 十倍于 欲 曹曰 稀乎贤事归于刘备 语义成义 奈何 曹曰 徐树虽在彼 丞相要用 招来不难 曹曰 安得彼来归 曹曰 徐树为人至孝 又丧其父 只有老母在堂 现今其地徐康已亡 老母无人释养 丞相可使人传其母至许昌 另作书招其子 则徐树必至矣 曹大喜 使人心夜前去取徐树母 不一日取至 曹后代之 因为之曰 文令似徐原职 乃天下奇才也 今在心也 祝逆臣刘备 背叛朝廷 正由美玉落于污泥之中 成为可惜 今凡老母作书 换回许都 不予天子之前宝奏 必有重赏 遂命左右 捧过文房四宝 令徐母作书 徐母曰 刘备何如人也 曹曰 佩郡小辈 望称皇叔 全无姓义 所谓外君子而内小人者也 徐母立身曰 曰 五何须望之甚也 五九闻全德乃 中山晋王之后 孝敬皇帝阁下玄孙 屈身下世 恭己待人 人身宿主 誓之皇同 白首 木子 乔夫皆知其名 真当誓之英雄也 乌儿辅之 得其主义 如虽脱名汉相 实为汉贼 乃凡以玄德为逆臣 欲使乌儿被名投爱 岂不自耻乎 言以 取十念 便打曹操 曹大怒 赤武士 指徐母处 将斩之 臣欲及指之 入见曹曰 入见曹曰 徐母处 武丞相 欲求死也 臣相若杀之 则招不义之名 而臣徐母之德 徐母既死 徐树必死心 驻刘备以报仇隐 不如刘之 使徐树身心两处 纵使驻刘备以不尽利也 且留得徐母在 欲自有记转徐树至此 以赴臣相 操然其言 遂不杀徐母 送于别世养之 臣欲日往问候 乍言曾与徐树结为兄弟 待徐母如亲母 时常窥送物件 必具手起 徐母应亦做手起达之 臣欲赚得徐母计 乃仿其字体 诈修家书一封 拆意新夫人 持书静登新也线 询问 善福行目 军事已见徐树 树之母有家书之 即换入问之 来人约 母乃管下走足 奋老夫人言语 有书复达 树拆封试之 树约 敬如帝康丧 举目无情 顺悲起见 夫妻曹丞相使人转至许昌 言如背反 下我于罗氏赖臣欲等救免 若得如来乡 能免我死 如书到日 可念殉劳之恩 徐老之恩 新夜前来 以全孝道 然后徐途归根故园 免遭大祸 无今命若悬丝 专望救援 根部多主 徐树懒毕 泪如泉涌 之书来见玄德月 某本隐川叙述 自原之 未应逃难 根明善福 前文刘景深昭贤纳时 特网见之 基于论事 方知是无用之人 故作书别之 隐夜至司马水尽庄上 诉说其事 水尽深则树不失主 应说 刘豫舟在此 何不失之 术故作狂歌于世 一动使君 心门不弃 极次重用 真乃老母竟被曹操兼己转之 取昌求尽 教育加害 老母手术来换 术不容不去 非不欲孝全马之劳已报 使君 乃此轻备止不得尽力 尽当告归 容图后悔 宣德文言大哭曰 子母乃天性之轻 原职无以备为念 待与老夫人相见之后 或者再得奉教 徐树便拜谢欲行 宣德曰 其在聚一宵 来日渐行 孙前密位 玄德曰 原职天下奇才 久在心也 尽知我君中虚实 今若使归曹操 必然重用 我其为已 主公已若 主公已苦留之 切勿放去 操见原职不去 必斩其母 原职之母死 必为母报仇 立功曹操也 宣德曰不可 使人杀其母 而无用其子不仁也 留之不死去 以绝其子母之道 不义也 无宁死 不为不仁不义之事 众皆感叹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